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是很好奇或者说是家庭条件好的才有家庭不好的没有那种 它不存在那种想法了 不像我们以前有电脑感觉他们家真有钱 但是我觉得我孩子那一代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 有好多父母让孩子来这儿的原因是因为在家里一点都不听话 回家就想玩电脑 看电视不写作业 然后他现在在这儿已经把作业好好的完成了 回家如果他在玩的话 那家长可能心里还会好一点 你反正做完作业了你就玩吧 但是好多孩子如果不来这儿的话 他就直接回家就看电视 什么时候快睡觉了才开始写作业 那样的话对本身还有对家长都不太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 你好 喂 小罗姐姐好 哎 哪位呀 我有一点小姐 哦 你好姐 我那我那个老师起来 我那我那个老师起来 我那我那老师起来 我那我那老师起来 哦 呵呵呵 行 我知道了 哦 这边 这个 这个是那个学生家长给的小樱桃 其实我的要求也并不高 就是我的付出吧 有人理解就可以 我觉得学生家长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已经把你当成 就是他的一种依靠 就是说我把孩子交代给你 我很放心 我也愿意把你当成朋友 我觉得在他这一点樱桃里面 可能包含着许多种意思 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感动的 好